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安法第46条作出指示 将不撤陪审团 原因包括涉外因素 考虑陪审员人身安全 或审讯若有陪审团下进行 可能妨碍司法公义妥为执行 该案早前已完成交付高等法院的程序 下个月中将会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交付过程中 部分被告提出的法律争议 湾仔一间无牌按摩店 四人被控管理卖淫场所等罪 在东区裁判法院逐审 裁判官裁定表证成立 曾经光顾的是任警务处国安处处长蔡展鹏 之后以辩方证人作供 他否认接受识情服务 也认为处所没有提供识情服务 已经调任警方人士及训练处处长的蔡展鹏 以辩方证人身份去到东区裁判法院作供 警方在他抵达之前划出记者区 蔡展鹏在庭上承认 去年3月19日以私人身份去到涉案的按摩院 警员突击上门掃黄的时候 正是和一个年轻的女人身处在房间 蔡展鹏最初说不记得去过按摩院多少次 在辩方追问之下就说去过四至五次 警方掃黄行动之前一星期 也都曾经去过按摩院 辩方问他在按摩院里面 有没有接受过性服务 蔡展鹏说没有 问到按摩院有没有任何 讲明提供性服务的字眼 蔡展鹏说没有提出过 对于是否合理相信按摩院会提供性服务 以及相信他到访的时候会提供 蔡展鹏说不认为按摩院有这一类的服务 他也都未曾指定过按摩师 控方盘问蔡展鹏 是否无法确认按摩院有没有牌照 他表示同意 说对场所的认知 只是限于曾经去过的公众区域 以及房间作个人判断 他说每次都以私人身份到访 统绩无无关 对警方的行动不知情 也都不能控制 又说不知道按摩师 可能会对其他人提供的服务 也都没有向他们调查 蔡展鹏作供大约15分钟之后离开 辩方已经传不所有的证人 四个被告不作供 裁判官张案押后去到9月23日 作结案层次 警方去年3月巡查涉案无牌按摩院 发现有人涉嫌经营色情场所 也都揭发时任警方国安署处长蔡展鹏正式光顾 警方之后拘捕三女一男被告 控告他们在湾仔装士 机仓服务员被控检疫期间违规外出 两人作公事后说 认为公司指引是容许在医学监测期间探朋友 46岁黄玉龙和44岁刘洛宏被控违反防疫规例 在东区裁判法院逐审 控方先盘问黄玉龙 说医学监测第二天离开西环寓所 探望朋友刘洛宏是无必要 质疑为什么这么紧急外出相见 黄玉龙说当日只是外出买午餐 顺便给礼物对方 控方质疑由西环到屯门不是顺便 而是有目的去探望 黄玉龙不认同 控方又说公司指引列明 如果不是买粮食或日常必需品等的必要活动 机组人员应该取得核酸阴性结果才可以外出 而探访朋友不属于豁免范围 黄玉龙同意说指引没有列出什么是必要活动 认为探朋友和买日常必需品性质没什么不同 所以相信容许探朋友 指引也列明必要活动的定义 包括对身体和精神健康的必要活动 黄玉龙说20年起公司有二大规模裁员 有一段时间很不开心 获留陆宏开道 所以认为探访他能够促进精神健康 另一被告留陆宏就说 黄玉龙逗留了30至40分钟 期间有戴口罩 也认同他的探访关乎精神健康 认同是必需的活动 又说在医学监测第三日外出 是因为需要亲身到九龙堂有一城的手机专门店 拿给父亲的手机 给他和孙女视像通话 同样关乎精神健康 案件押后到下星期五再信 两个国泰前基组人员被控违反的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 一经定罪最高可以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 母线电视记者杰瑞文报道 本港新增5162宗新冠病毒个案 本地感染占4890宗 多11宗死亡个案 其中一个离世患者 其中一个离世长者 确诊初期有服用新冠口服药 快测一度阴性 但仍然有病征 个几星期后不治 单日离世患者达到双位数 年龄介乎60至97岁 其中8个人未完成三针疫苗 88岁的女患者已打了两剂疫苗 曾经中过风和有糖尿病等等 上个月23号快测阳性 求诊之后有服用新冠口服药 今个月初快测转为阴性 但仍然有发烧和咳嗽等等 去到私家医院看医生 入院检测CT值27 即是病毒量偏低 转送律登至医院之后 持续呼吸困难最终离世 当局呼吁 即使在服药初期病情有好转 如果之后仍然有不舒服 尤其在感染前不多有的病征 维持最多一至两天就要看医生 亦都可以定期量度血氧量 有部分病人都觉得我正在吃药了 我先等一会 或者我先看情况 是否可以先好一些 因为有时可能第一 药物是对付到新冠这个病 但是会不会有别的事 令到它又不舒服呢 又或者是药物会不会不够力 可能需要入院 静物注射一些药物 比如说得西卫等等 屯门医院临床肿楼方领养病房 一个病人助理上星期四染疫 其后再发现多九个病人 和四个员工确诊 其中一个病人危残 和两个人严重 洞区医院内科病房 一个病人上星期六确诊 其后多五个人和一个职员确诊 多七间安老同四间残疾院 社情报个案 怀疑大有BA.4又或者BA.5变异病毒株的总数 最新升到它占整体大约两成四 当中大部分都是BA.5 医管局随时准备好进入第三阶段增加病床 确诊之后出现私客 靠症需要插猴的27个月大男童 仍然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 其情况由危态转为稳定 无需用呼吸器 而早前确诊病发脑炎的五岁几女童 情况就仍然危态 无线电视机者梁卓英不道 转体下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深圳表示 经济大省要发挥自身潜力 保市场主体运经济 李克强在深圳主持 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 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河南 以及四川六个省的省长 分别亲身或视像出席会议 李克强在会上说 六个经济大省的经济总量 占全国四成以上 要用挑大量 发挥自身政策潜力 保市场主体稳经济 稳定就业 各省要坚持政府过紧日子 盘活财政存量资金 保障财政收支平衡和基层三保 同时要用好政策性、开放性的金融工具 扩大有效投资并带动消费 又提到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找外贸、找外资 以及稳定本地和外来工人员就业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警告 搞台独分裂绝对没有好下场 重新外部势力干涉绝对不会得逞 俄罗斯总统普京不点名批评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 是精心策划的挑衅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 应邀出席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 透过视像发表讲话 魏凤和说在大变局、大疫情下 中国勇于担起负责任大国的使命 努力为人类和平发展事业增添稳定性 注入正能量 强调中国热爱和平、捍卫和平 同时也坚定不移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他提到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早前串访中国台湾地区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严厉谴责 并予以坚决反制 重新搞台独分裂绝对没有好下场 外部势力干涉绝对不会得逞 会议东道主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时 不点名批评佩洛西访台 说不负责任的政客冒险出访 是美国有目的 有意识令到地区以至全球局势不稳 制造混乱 是不尊重别国主权 和不遵守国际义务的无耻表现 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挑衅 目的是从国内失业等社会经济问题 转移视线 将自身的失败归咎俄罗斯和中国 普京强调单极社会秩序的时代即将终结 无线电视记者杨洁仪报道 稍有食一会儿回到会有其他消息 回到新闻时间 我们先看看美股的表现 杜瓶斯工业平均指数报34,165点 升253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111点 升14点 欧洲股市方面 伦敦富士100指数升26点 巴黎Cat指数升22点 德国Dex指数升93点 其他消息 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报告 交代改革公务员制度的进度 指会更果断处理公务员不当行为 有立法会议员指 报告只是重复旧数据和现行政策 会若见官员反映 近年公务员表现受到关注 立法会6月通过无约束力议案 要求改革公务员制度提升政府效能 相隔两个月 公务员事务局向立法会提交进度报告 说在2017至2022年5个财政年度之内 一共有1,124个公务员 因为干犯严重不当行为 或者被裁定干犯刑事罪行 需要接受纪律行动和情绪 当中155个人被免职 但2021年22年度就占了三分之一 有51个人 文件又提到一些表现持续欠佳 或者令政府对它执行公职失去信心的人 政府会引用相关条例终止聘用 去年有70宗个案 全部涉及拒绝签署声明 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 又说已经加强审视处于试用期的公务员 包括工作表现、能力、潜质和品行 也会严格把关他们的忠诚度 过去三年有59个人未能通过试用期 政府说会继续要求各部门采取更果断行动 迅速处理公务员的不当行为 在确保程序公平公正之下 在合理时间之内完成 以及尽快作出惩处 不过这些数字在6月通过议案的时候 已经公布过 他说将会在下个月若见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反映意见 也会要求政府再提交报告 详细解释公务员的违规务务员事务局局长 无线电视记者杨培斯报道 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冯华任期昨日戒门 政府说正积极密释新人选 会戒时公布委任安排 冯华就说对相关政府部门 全力支援各场选举无尽感激 政府发言人说 冯华在选官会尽心服务13年 黑盡缺职 建树良多 也带领选官会举行同监督 行政长官选举等一系列选举 又指在过去一年多三场重要选举 在完善选举制度下顺利举行 落实爱国者治港 确保一国两制行运志愿 转体下 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感染新冠病毒 而总统拜登检测阴城 白宫说71岁的吉尔星期一 开始出现轻微症状 之后做核酸检测呈阳性 他当时跟拜登在南卡罗来纳州度假 吉尔已经获处方新冠口服药 并要在度假屋隔离至少5天 吉尔和拜登一样已经接种4针疫苗 而拜登的病毒检测呈阴性 但他被视为密切接触者 会按美国疾痛中心指引 在室内戴口罩至少10天 拜登在7月21日首次确诊 服用新冠药物后传誉 但之后一度服药 澳洲前总理莫里逊被揭发在任期间 秘密任命自己兼管多个部门 总理亚尔巴内塞批评是破坏民主 莫里逊就事件道歉 但声称是应对新冠疫情的非常手段 有前部长要求莫里逊辞任国会议员 澳洲前总理莫里逊 施贺任命自己共同担任部长 引起的争议持续 连同之前传媒提到的 卫生、金融和资源部 总理亚尔巴内塞星期二华 莫里逊在2020年3月到2020年 2021年5月 曾经秘密任命自己担任五个部门首长 包括财政部和代政部长 莫里逊为自己辩布 声称安排是为了应对新冠疫情 是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手段 如果部长未能够履行职务 可以有一重保障 莫里逊之后再在社交媒体发声明 声音事后回看有关的安排是不必要 并向同事道歉 曾经在莫里逊内阁担任内政部长的安德鲁斯 指责莫里逊做法破坏政府诚信 要求莫里逊辞职 离开国会 不过莫里逊所属的自由党领袖 不支持安德鲁斯的要求 并会等待检察官提交的法律建议 无线电视记者叶正廷报道 欢迎收看无线财经快信 我是叶子华 美国股市个别发展 标准普叶500指数和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持续上升 纳斯达克指数就下跌 曾经跌超过1%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报34,155点 升242点 标准普叶500指数 报4,307点 升10点 零售业利好消息 支持美股上升 但美国国负债券知息率回升 对利率去向敏感的高增长股受压 影响纳斯表现 导致初断跌59点后反弹 曾经升275点 主要股份类别普遍上升 其中消费品股表现比较好 零售商Walmart上季度营业收入和盈利都好过预期 并预期全年度盈利下跌幅度将会较原先预期小 公司股价升超过6% 欧洲三个主要股市受矿业股买盘大动上升 其中法国股市连升第五个交易日 升至4月21日以来最高 英国和德国股市就连升第三个交易日 英国股市100指数升26点 法国CAT指数升22点 德国DEX指数升93点 美国工业生产和制造业生产上个月都上升 升幅大过预期 联邦储备局公布 工业生产7月升0.6% 市场预期升0.3% 6月份由跌0.2% 收定为无升跌 制造业生产年跌两个月后回升 上个月跌0.7% 市场预期升0.2% 美国房屋动工下跌 跌至差不多一年半最低 受房屋贷款利率和建筑材料价格上升影响 美国商务部公布 房屋动工7月跌9.6% 动工年率跌至144万6千锁 是去年2月以来最低 市场预期跌至154万锁 繁映日后建屋活动的建筑批击下跌1.3% 年率跌至167万4千锁 是去年9月以来最低 市场预期跌至165万锁 港华智慧能源上半年多赚近3.4% 有纯利10亿4千万 不排中期息 营业额增加近3.1% 增至近102亿 接着看美元最新汇价 对日元134.425 英镑1.2079 瑞士法郎0.9511 欧元1.0165 多谢周看无线财经快讯 再回 各位我是叶子华 一个68岁男人在西贡行山的时候 怀疑失足跌下约50米深的山崖 宋远后不治 据了解那个男人在事发的时候 曾徒手攀爬上崖顶 涉事的男人事后由直升机构起 送往东区医院抢救后不治 警方说下午大约1点接报 说一个68岁男人和20几个朋友 到西贡岸江湾行山 走到去合掌崖的时候怀疑失足跌崖 据了解那个男人和同行的朋友 事发的时候正在徒手攀上50米高的崖顶 在到达崖顶的时候怀疑失足 有攀山教练说合掌崖一带 不是合适的攀山地点 不少人都是去潜水和游泳 他强调徒手攀爬是很危险 亦都很容易失手 一定要有足够的装备等才可以攀山 无线电视机者周俊峰报道 尤玛地母英健康院门外一道铁闸 前天挨抬倒塌 一个女保安员被压死 劳工署说已经派完调查 亦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 有工程师估计 是铁闸缺乏维修保养导致意外 倒塌的电动铁闸早早还未移走 出入口为置要围风 机电署和劳工署都有派人到场调查 是否劳工署职员 出入母英健康院的人要兜路 从另一边闸口进出 又去覆診的人说 倒塌闸口是必经之路 对意外感到惊讶 真是很不安全 抱着寶寶都害怕的 其实听到这件事 都会避开的 走回这边好些 不过我想倒塌之后 应该又不会不弄 弄好应该没什么 模英健康院平日开放到下午5点半 现场消息说 华尔大集在雷布安 星期一刚刚6点的时候 30的时候倒塌 有工程师估计 5米乘3米的铁闸重大约600公斤 说以缺乏保养导致意外发生 认为应该每两个星期 检查一次零件 他又提醒操作练习的人员 事先要受训练 四十三岁女保安租大集压后 由途人救出 被送到伊丽莎白医院期间昏迷 然至凌晨不施 母仙迪斯记者邓杰盈报导 旅游业界和医务卫生局官员会面 要求容许复办游轮公海游 以及取消熔断机制 即是船上有确诊个案 也不需要停航 局方华会再审视数据 随着各国放宽旅游限制 市民出外旅行 已经比起早前容易 但想坐游轮出海 仍然没有声气 政府年初因应疫情暂停公海游 两艘以香港作为母港的游轮 一艘已经调到新加坡 另一艘所属的游轮公司 已经申请清盘 目前没有游轮驻港 旅游业会和业界 和医务卫生局副局长 李夏一会面 要求容许复办公海游 并取消游轮的熔断机制 即是船上出现确诊个案 也不需要停航 期望第四季市民可以出海玩 大家看到很多其他的活动 都可以是有条件 有限度可以开始 但旅游除了本地游 其他什么都很难做到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 尽快多一点我们的营业空间 多一点我们能够自己 都找到一些收入 希望少一间旅行社再继续 一间邮轮公司再回来的时候 他们都需要三至六个月的安排 都很正面的 今天复局长 他听到我们的消息 听到我们的内容 当然他都需要多一些数据 有旅行社说 一直有和邮轮公司 王家加勒比商讨 派邮轮来香港 但前提是 政府要放宽相关的规定 所有客人事先48小时内 是要做核酸检测的 所有船员都做了 我们看下去 全香港最安全的地方 应该在船上 如果船去过日本 再回来 又带了很多确诊的个案 你要熔断 你还有一个理由 现在这艘船 根本没有去过外地 没有上过岸 沿在公海回来 你说熔断 你如果和Stickation比 你逻辑上 你是说不通 他又说现时航空公司 仍然未恢复所有航线 从开公海游 可以输解港人对旅游的渴头 武思验室记者 刘俊玉报道 中共中央台办宣布制裁 为新一批台独分子 禁止他们及其家属 进入大陆及港澳地区 当局指 台湾驻美代表肖美琴 台湾的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 以及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非凡等7人 是台独环固分子 并再次点名 去年11月宣布制裁的苏精昌 游石军和吴超舌 批评他们极力勾连外部势力 谋毒挑衅 足以挑动两岸对立 足以示意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在佩洛西串台期间 表现犹为恶劣 禁止他们和家属进入大陆 香港和澳门 又限制其关联机构 和大陆有关组织和个人进行合作 绝不允许关联企业和金主在大陆牟利 依法终身追责 新加坡副总理王秦才接受彭博访问 提到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 以及解放军在台岛周边进行演员 令中美关系正处于令人担忧的轨道上 张慧哲鸣做下任总理的王秦才有表示 希望中美领导层继续互相接触 并作出明智和理性的决定 防止情况恶化 被中方和国际刑警通缉的 中国商人蛇志刚在泰国陆网 将会引导回国 他涉嫌在东南亚经营跨境网络赌博 可能面临10年监禁 中方指蛇志刚涉嫌开设赌场的罪行 证据确作 路透社引述泰国警方消息 说中国商人蛇志刚在上星期被捕 他涉嫌在东南亚经营跨境网络赌博 被中方和国际刑警通缉 泰坊将会引导他回中国 有传媒说中泰两国有引导协议 相关程序可能需时几个月 40岁的蛇志刚或者叫蛇伦海 在湖南出世持有简布债护照 拥有多个东南亚华商会投降 他是亚太国际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 公司在菲律宾简布债和缅甸 有赌场和酒店发展计划 2017年蛇志刚宣布公司积资150亿美元 在缅甸克伦邦发展 汇集娱乐、赌博和旅游的亚太新城 宣称要成为一带一路建设具示范性的旗篮项目 到了2020年缅甸政府调查亚太新城 可能存有非法赌博业务 同年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发声明 强调亚太新城是第三国投资 和一带一路倡议毫无关系 中方支持缅甸依法调查相关项目 第二年国际仍发出红色通缉令 说2018年1月至2021年2月期间 犯罪集团首脑蛇志刚 涉嫌和他人串通注册公司 研发网络赌博平台 招募超过30万名赌徒 获取非法收入1亿5千万元人民币 并转移到境外 在北京外交部说蛇志刚涉嫌开设赌场 犯罪事实清楚正确确凿 中国公安机关坚决依法打击各类跨国犯罪活动 不管犯罪嫌疑人逃到天涯海角 中方都会与有关国家开展执法合作 将其绳之以法 外交部有证据其他跨境赌博罪行的疑犯 立即停止违法犯罪活动 主动回国投案自首 争取宽带处理 如果拒绝自首的话 将会受到法律严刑 无线电视记者朱世龙不斗 先有食一会 稍后回来会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少卫会指昨日接获多名市民查询 收到假冒汇封职员的电话 呼吁市民小心 多名市民说收到来电 声称他们在一个网上购物平台开设的商户 出售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产品 要求跟进个案 少卫会澄清和这些开假来电无关 会方不会主动联络消费者 只会在接获市民查询和投诉后 按需要透过热线联络当事人 并一般会提供投诉个案编号等相关资料 以作核实身份 提醒市民如果收到可疑电话或讯息 可以先致电消费会核实 集会大学推出优才运动员入学计划 取鹿六名精英运动员 包括东京奥运金牌得主张家朗 校方指入学要求体育成就 不着重学业成绩 六个获取鹿的运动员 包括东京奥运花剑金牌得主张家朗 篮球运动员霍沙文 乒乓球运动员关文浩 游泳运动员郭俊熙 武术运动员刘子龙 和田径运动员石感情 将会在九月做新鲜人 入读浸会大学体育及康乐管理学士学委课程 当然我都很想去学习一些关于体育的东西 心理、身体的構造 可能有不同的东西都会对我的运动生涯有很大的帮助 我都会学到很多东西可以应用在我的职业生涯 浸大第一届优才运动员入学计划 有十二人申请 一半人获取鹿 申请人要在体育项目有认可的运动评级和成就 而且获体育学院等等提名 校方说 因选的时候不会偏重学业成绩 反而较着重面试的表现和未来学业计划等等 并且为获取鹿的运动员提供灵活的学习安排 配合训练和比赛 亦都容许延长收业期 计划获教资会撥款一亿资助 每一位运动员每一个学年 UGC都会给我们15万 去批评成一些个人的导师 或者为他们添置一些器材等等 所以我们的支援可以到位很多 亦都全面很多 我们会提供很多的弹性安排给他们 我们提供很多支援 但我们最终毕业的时候 那个学术的水准或者要求是不会降低的 除了精英运动员之外 浙会大学说下学年会继续透过教育局的学校 推荐直接录取计划 取录具艺术、音乐天分 或者是具领导才能等等的学生 而相关学生可以选择的课程 将会增加到10个 母线电视机者 林准天不道 美国试射一枚民兵三营洲制弹导导弹 美军声明指当地星期二 在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 试射民兵三营洲制弹导导弹 指今次例行测试 证明美国核力量已经准备袖水 并加强对美国核威胁的杀伤力 和有效力的信心 又指军方曾进行约300次类似测试 并不针对任何特定国际事件 这款洲制弹导导弹能安装核弹头 射程超过9600公里 俄乌战事持续近半年 乌克兰习波罗热核电厂的安全备受关注 联合国表示只要俄乌两国同意 国际原子能机构会派检察员到当地考察 但俄方以安全为由 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团队不能行经基辅 近日成为俄乌战事焦点 位于乌克兰中南部的 杂波罗尔核电厂 星期一再受到袭击 当地亲俄官员说 乌军在两个小时内 发射大约25枚美国际榴弹炮 击中核电厂附近同住宅区 而乌克兰官员就反指 袭击是俄军所为 联合国发言人说 在得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意下 会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派检察员到核电厂实地视察 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说 若果不采取行动防止俄罗斯控制的核电厂出意外 全世界都会成为恐怖主义的书家 屈服于核子勒索 而俄罗斯当局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 能够像联合国建议般经过乌克兰首都基辅前往核电厂 说穿越前线对他们来说太危险 俄乌战士持续之际 土耳其国防部说 星期二再有五艘运粮船驶来乌克兰南部港口 包括自战事2月爆发以来 第一艘运载人渡粮食援助物资前往非洲的货船 乌克兰当局说已经有30艘船申请在未来两个星期到乌克兰运载穀物出口 相信当地港口下个月能够出口300万吨穀物 无声电视机仔梁永山报导